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圆就好比土壤 空气 阳光和水分等自然条件 这些都是促成种子生长发芽的因素 佛说因果循环 生死轮回 有了前因并不一定就能结果 需要各种条件 还需要时间 这也就是随缘了 仔细思索之后你会发现 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 一切物 一切事 莫不遵循这一客观规律 佛陀是至高无上的觉悟者 自然不会妄语 夫妻之间 师生之间 同事之间 无缘不惧 正如这句话所说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难相逢 一切都是缘的促成 相信你看完了下面的这个故事 一定会对此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体会 相传古时候有一个公子 十分喜欢一名女子 正准备成婚拜堂之际 却怎么也没有料想到 自己的未婚妻竟然抛下自己 跟着另外一个自己素不相识的男子而去 成了别人的配偶 这名公子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可是事已至此 自己也毫无办法 伤心欲绝的她向大师求助 请求大师开示其中的缘由 大师运用自己的法术 让她看到了自己前世的一些情景 只见沙滩上静静地躺着一具 以丝不挂的女尸 突然有一个人走了过来 叹息了一声 然后就走开了 第二个人健壮 心生怜悯 用自己的衣服将女尸盖住 然后也离开了 接着又走来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情形 不仅心生怜悯 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 她小心翼翼地在一旁挖了一个坑 将女尸掩埋起来 男子看到这一幕后一脸茫然 随即大师开始说 这一句女尸就是今生你的未婚妻 而你就是那个用衣服盖住她尸体的人 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她今生与你相恋 但是却不能和你终生相依相守 她真正要报答的 是最后那个掩埋她尸体的人 也就是她现在的丈夫 你明白了吗 男子听后恍然大悟 原来一切都是因果 是前世早已注定的 今生只需随缘 又何需强求呢 佛说园中说道 前生五百次的回眸 才患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又有百年修得同传度 且年修得共枕年之说 因此 今生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因缘注定的结果 所谓一饮一酌 莫非前定 没有因缘 如何有现在的结果呢 今生能和你相遇相爱的人 一般是前世注定的因缘 只有那些必然在你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 才会必然发生 人生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 也不会有偶然 夫妻的缘分是上辈子注定的 老话都说 十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年 有些人 不管经历怎样的磨难 不管会有怎样的遇见和发生 在必然遇见的时候 会必然的遇见 那些所谓的一见钟情 只是因为灵魂在某一刻认出了对方 所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些冥冥中注定的因缘 也是上辈子前缘再续的注定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 最深的就是夫妻缘分 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 在该遇见的时候遇见 该牵手的时候牵手 所有注定一切的发生 都是因缘具足 都是因缘忌讳 这世间所有的久别重逢 都是上一辈子冥冥中的注定 夫妻缘分更是如此 如果没有强烈的发愿 没有深厚的缘分 两个陌生人 不会在这一世遇见 相恋 相守 相伴一生 能在这一辈子结为夫妇的 都是前世因缘的注定 能在这一辈子做夫妻的 都是前世的愿望 所以 夫妻之间要有敬畏心 更要能懂得珍惜彼此的缘分 也要好好地去爱对方 保护对方 因为你们这一辈子的遇见 极其不易 佛说 今生夫妻前世缘 夫妻这一辈子的遇见 也是因为上一辈子 欠下的情缘 人与人之间的遇见 都是因为相欠 要记得好好爱你的枕边人 你永远都不知道 他在上一辈子 为了能在今生和你相遇 做结发夫妻 曾牺牲了自己什么 舍弃了自己什么 要好好去爱你的枕边人 要把你内心最柔软 最善良的一部分 全部给他 夫妻之间最忌讳的是 明明相爱 却互相伤害 夫妻之间最忌讳的是 明明有缘分 彼此却不珍惜福气 夫妻之间最忌讳的是 把最好的脾气给了外人 把自己最丑陋的一面 给了爱人 请不要伤害 那个和你结婚的人 他今生 为了能和你结为夫妻 在上一辈子 发了很大的怨 请好好的爱 那个和你结为夫妻的人 他是你这一辈子 最大的福气 夫妻也是人生的修行 而且是人生最大的修行 不要以为结婚之后 两个人的感情就得过且过了 更要好好的经营 更要好好的去布施 更要好好的去对他敬畏和包容 用最大的快容去包容对方 感谢对方在婚姻里 为你付出的一切 在婚姻里 吸缘和吸福的人 会永远幸福安乐 夫妻之间合二为一 也是一荣俱荣 一身精神 要学会夫妻同心 齐力断金 更要学会夫妻之间 有正向的能量场 这样整个家庭的 氛围和运气 才会越来越好 能在这一辈子 结发为夫妻 就应该恩爱不相倚 夫妻之间都会有矛盾 都会有争吵 都会有分歧 当两个人有矛盾的时候 应该好好地修复 好好地去解决问题 要好好珍惜两人 这一辈子 身为夫妻的缘分 有的人觉得婚姻不过如此 如果结错了婚 嫁错了人 离婚就好了 其实不会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离婚不是简单的事 结婚也不是简单的事 离婚也不会觉得谁就赢了 离婚没有赢家都输了 以前的人会觉得 只要两个人结为夫妻 没有出现原则性的错误 这一辈子就好好过下去了 现在人会觉得 如果两个人总是吵架 总是发生问题 那就离婚之后 换一个人结婚好了 抱着这种态度的人 无法感受到婚姻的美好 也无法得到稳定的婚姻幸福 因为他永远不会意识到 自己在婚姻中扮演什么角色 婚姻幸福 先从自我反省开始 不要想着在婚姻中 去改变别人 先从改变自己开始 当你变得更好 外界一切才会变得更好 家是人生最好的道场 一般在生活中 家庭幸福 夫妻恩爱的人 更容易取得事业的成功 反之亦然 不管你现在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 那个今生和你结婚的人 都是来和你报恩的 以感恩的心对待爱人 不要怨天尤人 不要去埋怨他 也不要去埋怨世界 好好地去爱对方 要相信 结婚之后 你人生中所有的经历 一定会苦尽甘来 要相信 那个曾经牵着你的手 在婚礼上发誓的人 一定会给你富足 风盈的婚姻生活 夫妻之间因缘起 因缘而结合 夫妻之间因两个人的缘分 后来生命更加的美好 要学会因慈悲而爱人 因慈悲而包容 因慈悲而惜福 因此我们真正要做的 不是去追求那些 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 而是去好好地珍惜 当下已经拥有的一切 人生无常 缘距缘散 谁又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 与其不断地回忆过去 和展望未来 不如好好地把握 当下的每一刻 好好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用心地去做每一件事 何须在乎未来的结果呢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就从现在做起 从当下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 好好做人 踏实做事 你一定会越来越洒脱 越来越自在 福报也会不情自来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